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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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兒低頭吃著牧草 但牧場主人可沒閒著 趕緊繞到羊群後頭 接著拿出秘密武器 一隻PDA 往羊之腳上的電子腳盤掃描 小小羊兒身體密碼 瞬間一清二楚 這隻是顯示懷孕的 牠上一胎的命乳甜數 是256天 牠現在懷孕 就是從蘇菌 到現在是130幾天 牧羊變得很科技 還不止如此 我現在是有連冰霧都有開 它等一下可能會 也會噴冰霧 手機設定按一按 遠端遙控 架在屋頂上頭 灑水系統 不讓羊兒孤軍奮戰 對抗酷暑 前幾天那中午都30幾度 對啊 牠可以降到差不多26 27 牠以溫度來講 像對羊來講 牠就是比較舒適的 就是等於像我們人在吹冷氣一樣 35歲的陳國妍 從小就在父母的牧場裡 跟著忙進忙出 但從學校畢業 接下家業後 牠決定走一條不同於父輩的牧羊路 在現場管理不可能帶了很多資料在現場 你可能就是靠這種電腦的方式 就是你要什麼資料 你可以在現場馬上讀取 以前你就是要拿了一整疊的資料 到現場比對 來 畜牧業有了科技加持 連擠羊奶都可以自動化 像在這裡每一個梯次 可以產出50到60公斤的羊奶 自動化炸乳系統 取代人力擠奶工 比過去節省1 2分之1時間 牧羊的祕乳資訊 也全數匯入電腦裡 讓牠擠完以後就是 就是牠最終的量 對 這就是最終的量 對…就是一次的量這樣子 牠上面也會是一些 牠各…各別羊肢的資料 像可能祕乳天術 有時候牠有… 可能有感冒生病 有治療什麼的 牠會有特殊的編號 對啊 一般這種比較少 不過也可以透過電腦來管理 陳國妍的哥哥陳富康 原本在電子業工作 前幾年回到家裡頭 運用所學 和弟弟一塊兒當起科技揚男 兩兄弟共同目標 就是把養羊這檔事變得輕鬆有趣 因為回想過去 那可是叫苦連天 我回想過去真的那種… 那種日子不知道是怎樣過來的 一次就要兩個鐘頭 你一天要擠養室 這樣就等於你有四個鐘頭都在擠奶 所以…所以你沒有去用比較機械的方式 你可能一天總共工作的時速 才不過十幾個鐘頭而已 你就耗了四個小時在那裡 養羊的大腿人家是多休息 做公園的路 不然我們說體力透視 身體沒辦法顧好 產業就放掉了 末二代一塊說服老爸 改變腦袋翻轉木業 自掏腰包到法國參觀自動化農場後 陸續投入五千萬資金 導入科技設備 甚至還遠從法國買來這桶 它這個就是它的…就是它的精藝 跨海而來的優良基因 和台灣洋芝進行AI人工壽精 改良品種要的就是精兵猛將 提高產乳量 所以從小楊一出生的飲食 就得悉心照料 陳國妍一天兩次 夠起乃霸責任 法國四個它就是黑腳 黑肚 還有黑肚 還有這支髮型的 這是髮型的 所以這個就是人工壽精 這個是人工壽精的 那它的健康上會有差別嗎 不會啊 人工壽精的跟自然交配的 都沒有差 外行人只看到小楊天真可愛一面 這支是公園 這支是公園 另外兩支是母的 這支好可愛喔 但在陳國妍眼中 養羊就像帶兵打仗 只是有了科技加持後 戰場不侷限牧羊現場 這裡才是戰情室 500頭羊兒從懷孕生產到蜜乳 都用大數據管理 雲端上飼料 隨時掌控羊肢健康狀況 這一個紅色的這個是 它的導電度 就是判別 就是它的現場羊的乳汁 是不是有異常 就是可能 它有要接近乳房眼的 它的導電度就是會 有時候會突然拉得很高 牧羊不在光憑經驗值取勝 而是科學化管理 儲存下來的羊種資料 也不怕像過去紙本記錄 隨時間推移泛黃或消失 高科技牧羊儘管投資成本高 但陳國妍絲毫不後悔 投入金錢和心力 掀起這一場 牧場革命 我覺得現在像我們這種二代的 你如果你不勇於去改變 跟創新的話 真的是以後你就會去 越落後人家更多 人家說你現在不做 以後就後悔 如今一天工時不到六小時 比一般上班族還短 陳國妍說 省下來的時間 還能用來思考管理戰略 誰說養羊不能賺錢獲利 想搶農金全憑大刀 後斧的獲利